或许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案的一面 但大多数时候的我们 心底的善念总是能够战胜恶念 善恶本一念一念即天涯 大家好这里是安小妍说电影 今天给大家说的是一部复仇电影 我要复仇 小帅是天生的聋哑人 没有办法与外界交流 父母去世的早 他从小和姐姐相依为命 只有姐姐这么一个亲人 姐姐为了让小帅上美术大学 放弃了自己的大学学业 在工厂找了份工作供小帅读书 但是天不随人愿 姐姐得了肾衰竭 必须移至肾脏才能继续活下去 小帅想把自己的肾脏全给姐姐 但因为血型不匹配没有成功 也只能先回到家等待肾源 镜头一转这个女孩 是小帅的女友小米 两人是在聋哑学院上学时认识的 但是小米因为不是聋哑人 只在学校上两个月就被识破退学了 但是在上学期间 两人相处的很融洽 并迅速发展成恋人 俗话说 福无双至 活不单行 小帅工作的工厂裁员 因为照顾姐姐不断请假 裁员时 工厂就以此解雇了小帅 这让本就不幸的姐弟俩 更是雪上加霜 为了给姐姐治病 走投无路的小帅 想到厕所粘贴的卖身广告 他来到倒卖器官 黑伤贩子团伙的地点 希望能用自己的肾脏 换到合适姐姐的肾脏 不曾想 做完手术后的他 被丢弃在一栋烂尾楼里 吃身裸体的小帅 在楼里哀嚎 很明显 黑犯团伙欺骗了他 不仅将他仅有的鸡血 骗得一干二净 更是摘走了他的一个肾 此时医院却打了电话 告诉小帅 已经找到了合适姐姐的肾源 只要现在缴占手术费 就可以进行手术了 可是钱已经被骗得一分不剩 小帅彻底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他找到女友小米 上了办法 小米在得知 小帅被骗后 对他一阵拳脚相加 小米知道小帅 也是走错无路 才出此下策 冷静了一下 开始商量对策 这个时候 想赚钱根本来不及了 借钱又没有人借 想在短时间内 搞到这么一大笔钱 唯一的办法 就是绑架有钱人家的孩子 索要赎金 用来勒索的钱 给姐姐换肾 起初小帅是不愿意的 但是不抓住这次机会 给姐姐换肾 无疑就给姐姐判了死刑 这对小帅来说是残酷的 小帅为了救姐姐 随从同意了女友的提议 两人商量过后 很快将目标 锁定在了前工厂老板 女儿身上 与其说绑架 不如说 其实就是把小女孩 骗到自己家里 等拿到赎金之后 再把小女孩 安然无恙的送回去 为了让老板 相信绑架的真实性 小帅故意把小女孩弄哭 拍了张照片 将女孩手里的布娃娃和照片 一起给老板邮寄了过去 老板在看到绑架信 还有布娃娃的时候 果然相信了绑架的真实性 老板也是个可怜之人 妻子和他离婚后 他独自一人带着女儿 辛苦地经营着工厂 女儿就是他的一切 老板没有报警 而是按照小帅的要求 将钱准备好 来到指定地点 他愿意相信小帅 只是想要钱 并不想伤害自己的孩子 实际上小帅他们也是这么做的 小帅在把小女孩 骗到自己家里之后 让小女孩和自己的姐姐 在家里玩 姐姐起初并不知道 这个小女孩是被绑过来的 一切的计划原本是天衣无缝 但是纸永远包不住火 姐姐在给小帅洗衣服的时候 无意中发现小帅裤兜里的潜散单据 了解到了小女孩 其实是绑架回来的后 姐姐觉得是自己拖累了弟弟 才导致弟弟走上歧途 为了劝弟弟回归正道 姐姐放弃了生的希望 选择了割腕自杀 而小帅还不知道悲剧已经降临 拿到熟悉的他 心想着很快就可以给姐姐做手术 难掩内心喜悦 这时小女孩递给了小帅一封信 是姐姐写给小帅的遗书 小帅冲到卫生间 姐姐已经死去多时 此时他心如刀脚 万念俱灰的小帅 带上了姐姐的尸体和小女孩 来到了和姐姐一起长大的河边 决定将姐姐葬在此处 本该在车内熟睡的小女孩 却因为河边一个傻子的打脚醒了 小女孩下车寻找小帅 却意外失足落水 落水后 小女孩大声呼救 但小帅先天失踪 什么声音都听不到 最终小女孩溺死河中 另一边 警察带着老板 找到了小女孩的尸体 看到女儿编走的尸体 老板悲痛欲绝 发誓一定要杀了凶手 为女儿报仇 警察根据掌握的线索 很快找到了小帅的住处 但是早已人去楼空 正当老板以为线索要断了的时候 却听到小帅写给电台的忏悔信 老板记下电台地址 并迅速前往 在电台主持人那里得到一幅油画 看到其中一幅油画 由女儿淹死时的场景 老板根据油画上面的地点 来到了河边 找到了小帅姐姐的尸体 他断定小帅就是凶手 决定要守认仇人 而此时的小帅觉得 自己变成今天这个下场 都是拜那个黑伤贩子团伙所赐 他决定找贩子团伙报仇 让女友假意翻卖器官 找到贩子到藏身窝点 自己则买了一根顺手的棒球棍后 只身一人来到贩子老巢 将三个倒卖人体器官的贩子 悉数杀死 并将三人肾脏挖出 沾岩生吃 另一边 老板根据警察提供地点 顺头猫瓜找到了小米的家里 老板将小米绑起来 言行考打 逼问小帅下落 小米死活不肯说出 告诉老板 自己要是死了 会有人替自己报仇 小米是某个反政府组织的成员 老板被愤怒冲昏了头脑 哪里能听进去小米此时说的话 即使在知道了小米和小帅 没有虐待自己的女儿后 还是将小米残忍杀害 杀完人来找女友的小帅 发现家里被警察团团包围 一时不敢进门 他走楼梯 倒逼女友家高的楼层 坐电梯下来 在楼梯里 撞见了被警察抬下楼的小米 他偷偷握着女友的手 决定为他报仇 确定老板是凶手后 小帅拿着刀来到老板家蹲守 等了一天也不见老板踪影 女友家肯定不能回了 他回到临时的落脚点 看到老板在屋内等候多时 累得已经睡着了 小帅决定先下手围墙 没想到 老板早已在屋内设下陷阱 小帅一抓把手就被电晕 老板将小帅拖进屋 看着仇人就在眼前 老板眼面哭泣 骑上小帅某足劲抡了几个耳光 第二天 老板将小帅拖到了女儿溺死的河里 决定以欺人之道还治欺人之身 不知小帅是知道自己命不久矣 还是河里的水太凉 他止不住的颤抖 老板将小帅的绞筋挑断 看着他在河里挣扎淹死 鲜血将河水染红 久久不散 老板将小帅尸体背上岸边 将他尸体分尸 装进袋准备掩埋 这时迎面开过来一辆车 车上下来了四个中间男子 拿照片和老板对比过后 四个人没说一句话 将老板围在中间一顿乱捅 临走前在他胸口上插上了一把刀 上面还附着一张判决书 写着死刑立即执行 这四人是小米加入的反政府组组成员 老板想起小米死前的一番话 但是为时已晚 小米在死前将消息告诉几人 只要自己一死 凶手绝对是老板 我要复仇 无论从故事还是从电影本身来看 都显得过于直接 如果我们仅仅在电影中 感受到暴力所带来的观感体验 这部电影不会有太大的价值 但是本部电影导演 朴赞玉的高明之处 在于他在电影中创造出了矛盾感 当复仇者们踏上了不归路时 他们所要寻的是一种 对于失落的人生的补偿 而这种补偿所产生的人生价值 却往往只能存在于 复仇行为结束时的一瞬 正是这种短暂的满足 形成了震撼 在电影中我们看到了 复仇能够引发多么强烈的人性暴虐 而导演朴赞玉 留给了观众一个难以回答的疑问 是荒谬的人生催生了复仇 还是复仇书写了人生的荒谬 这种补偿能够引发多么强烈的人生的荒谬 这种补偿能够引发多么强烈的人生的荒谬